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少也不会被他吓住了 崇光赤芬若是辛丑年 朝阳大渊县是鬼害年 按照公历纪念 周济三的历史记载 起始于公元前320年 截止于公元前298年 历史23年 包括了周慎晋王在位的短短6年 和周南王在位的前半段 共17年的时间 让我们暂时从中国的历史版图上抽身出来 放眼看看世界 在这段时间里 全世界仿佛到处都在锣鼓炫天 西边 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英年早逝 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王国 被三大武将刮痕了 而亚历山大大帝生前 要把希腊文化发扬光大的理想 非但并没有因此枯萎 反而芳心未挨 以至于18世纪的欧洲史学界 把这段时期称为希腊化时期 我们很熟悉的三大雕塑杰作 断壁维纳斯 胜利女神和拉奥孔 都是这一时期的插幕 造像艺术在那么久远的年代 就已经被玩到登峰造极了 这对当时的管理技术很有帮助 人类作为群居动物 天然就会向着强者靠拢 而强者无论多强 总要看得见摸得着才好 如果强者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凝聚力就很难没戏 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走出埃及的过程当中 以色列人动不动就要造一个偶像 来搞崇拜 让摩西大为光火 后来在整个基督教历史上 给耶稣圣母和圣徒造像 这种严格来说违背教义的冲动 总是一而再再而三 屡禁不止 没办法 人性就是这么顽固 当时的政治领袖和神一样 作为民众的终极大靠山 形象呢 总是必不可少的 但问题是 越是广土著名的帝国 远离国都的人呢 就越不容易有机会一睹龙岩 统治者能怎么办呢 如果造像艺术发达的话 就可以在全国各地 给统治者塑造雕像 还可以把统治者的面容呢 铸造在前臂的图案上 人怕见面 见面三分情 如果帝国边陲的一名百姓 时不时都能看到统治者 英明神武的雕像和 前臂上的浮雕 认同感和向心力呢 也就自然形成了 可以对照一下希腊化时代之前 城邦时代的雕塑艺术 艺术家呢 要表现的是完美的人像 人像个性 因此不再考虑之列 某个城邦统治者的雕像 因为配上了特定的器物 或者被安置在特定的背景下 大家才认得出来 这到底是谁 这就像今天我们在中国寺庙里 经常看到的四大天王像 假如把每位天王 都做成姿态相同的全裸雕像 你肯定啊 分不出谁是谁 但这个并不重要 对于希腊城邦的统治者而言 城邦无非就是一座 大一点的镇子 所有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有自己真人的形象呢 就够用了 犯不着靠造像艺术 围起相性力 大约是亚历山大大帝 率先认识到造像艺术的政治意义 毕竟帝国版图太大 而且越来越大 自己的真人形象实在不够用 但缺乏个性追求完美的雕塑传统 显然也不合适 所以个性化的造像艺术应运而生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真人加上美颜滤镜 反观同时代的中国 造像艺术的水平相形之下 连及格线都没有达到 这可能多少要怪东方人的外形立体感 不强吧 反正 无论如何 既没有统治者的雕像可供子民膜拜 也没有镇刻出统治者面容的钱币在市面流通 那么随着古代国家规模的扩大 怎样增进向心力 就变成了一个很棘手的管理难题 战国群雄争霸越是大国 越是面临着版图扩大 管理难度增高的问题 办法大约在战国中后期默默酝酿 后来被秦始皇拿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 那就是不停的巡视各地增加自己的曝光度 还要在各地兴建行宫 在重要地点刻实立碑 作为自己到此一游的永久纪念 给当地人一个可以膜拜的具体物件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貌似很单纯的 和政治完全无关的艺术水平和艺术发展方向的问题 却深刻影响了东西方国家管理模式的选择 彼此自然也会越来越难以理解对方 亚历山大大帝本尊 就是一位很难被中国人理解的帝国统治者 因为他是一个比萨特更能体现存在主义 哲学精神的存在主义者 他不仅是马其顿人 更是马其顿王 但他看不起马其顿文化 偏偏崇拜希腊文化 所以在以武力征服世界的过程里 积极向全世界推广希腊文化 呼唤多民族的和平共处 推行地方自治 甚至还用免税政策 鼓励本族同胞和外族通婚 一切的一切都体现出西方概念当中 帝国的标准模式 对照一下同时代的 信奉着非我族类 齐心避意的中国周朝 差异之大 不可以道理计 同一时期在中国传统经典开始成型的时期 犹太人的经典文献 塔木德也在逐渐成型 塔木德和基督教的旧约 关系很近 基督教圣经的分为旧约和新约两部分 所谓旧约是从犹太教直接拿过来的 在犹太教里是唯一永恒的契约 是犹太教的全部圣经 犹太教一共有三大经典 通常我们使用音译 圣经部分称为塔纳赫 对塔纳赫的各种产式 和更加实际的生活指导 汇编成为塔木德和米德拉什 同一时期的东方世界 印度进入孔雀王朝 传说王朝的创始人 乃自一个饲养孔雀的家庭 于是以孔雀作为姓氏 这和中国周朝的姓氏传统如出一辙 孔雀王朝定都华士城 几百年后 佛教僧侣将会在这里举行一场 最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 争论我到底存不存在 结果正反双方 谁都没有说服谁 从此各立山头分道扬镳 这就是佛教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运动 这是我在佛学武士讲里讲过的内容 再看东方近离日本 这时候正在从神文时代过渡到弥生时代 日本人呢 开始掌握了青铜器和铁器的铸造技术 有学者推测这些技术正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 这就意味着早在传说中的徐福东渡之前 中日之间就已经存在了相当程度的交往了 最后让我们回到辞职通鉴 在上一卷周纪二的结尾 周贤王驾崩 周慎晋王 积定继位 秦王虽然继位 但在规矩上 纪年呢 还得沿用旧款 要到下一年才能改元 所以到了下一年的元旦 才算正式进入周慎晋王元年 也就是辞职通鉴周济三开篇的这一年 这种纪年规矩叫做余年改元 属于常例 只有在很特殊的局面下才会破例 胡三行给辞职通鉴做注 说周慎晋王的嗜好 慎的意思是谜以晋士 晋的意思呢 是柔得安重 大意思是说啊 周慎晋王是个敬业爱港 温和宽厚的好天子 当然 这时候的周天子 无论是想发愤图强 还是想横争爆脸 终归啊 都办不到 再怎么爱港敬业 也只能温温和和的苟延残喘了 唯一能够奢望的就是 末日来的满一点 体面一点 这一年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大事呢